我们掌线有请易烊千玺上台领奖 有请刘总为千玺颁奖 好 谢谢 谢谢刘总 刘总可以台下休息 千玺是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年龄最小的得奖者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他 而且刚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生日 对 17岁了 对 今天有什么感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很开心能来到现场 然后感谢苏芒姐 然后希望能和大家度过一个特别美好的夜晚 那我们齐哥那视频里好像也看到了几个画面 就是前阵子千玺刚刚到美国 跟Michael Jackson的团队合作了有一首歌叫做 Nothing To Lose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表达就是我跟粉丝近代的情感 然后就是然后也很开心能跟Michael Jackson的运用团队合作 然后就是特别开心 还有他的编舞老师是叫Travis 是不是 对 你的英文名字是不是就是叫Jackson 对 是因为他吗 对 就是小时候我爸妈就是特别希望我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然后给我取名了Jackson 对 那么这一次跟他的团队合作呢觉得怎么样 就是特别荣幸 好 那么其实千玺从青涩的少年一路成长成为今天的这个正能量的偶像的代表 我觉得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再次祝贺 一阳千玺谢谢 谢谢 祝贺你 谢谢 那么千玺这一位Jackson也是沿着他喜爱的Michael Jackson的足迹走遍了世界 接下来